嘩嘩嘩 嘩嘩 一個星期平均買兩至三天左右 都算慣了 就算沒甚麼編長想看 都會報定買一兩條飛 看看自己的眼光 而平日一個人在家 阿俊都會看球看到三更半夜 還有去馬會網站 研究賠率和落著 他通常一個星期 會買兩至三天球 花費大約一千元 一個禮拜 如果你賭兩天 一天看兩三場球 當我消遣 你看到電視站到一整個小時 阿俊的家人 就認為他賭球沒甚麼問題 他的妹妹阿濤 就更加說會給錢阿哥 叫阿哥幫他手落著 有錢他會給我拍 真的嗎? 我有錢我會給他 他會幫我買的 因為我不會買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 六月九日才揭幕 但各種宣傳攻勢已經提早展開 足球熱潮將會席捲全盛 不少像阿俊這樣的年輕人 日常都會以賭球為肖獻娛樂 根據東華三院平和方 最近發表的調查 在受訪的八百幾個 十二至二十一歲的青少年裡面 就有百分之五 華會在世界盃期間 投注賭球 為了合法經營賭球的賽馬會 亦都做足宣傳 救開冠軍 小組投二名 神社手登的玩法 雖然法例規定 十八歲以下的人 不可以賭球 但依然有不少青少年 受不住誘惑 剛剛滿十八歲的阿倫 現在讀中四 在未成年之前 一直都有在馬會 投注賭球 叫朋友幫我買 去教授箱